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思 關於這一次凱米颱風重創了台灣 蠻多地區都造成這個淹水 有些中部地區還有南部地區還有東部地區 蠻多都有遇到淹水的狀況 那我這邊也收到了很多消費者的反饋 所以特地趕緊來拍一集關於這個泡水車的部分 來一一跟大家講解泡水車會遇到的問題 以及怎麼處置 還有怎麼樣避免買到泡水車 好那第一個呢關於保險的部分是最多人問的 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當初保的新車的車險 或是二手車的車險裡面 有沒有包含颱風淹水這件事情 那坦白說因為台灣已經很久沒有淹水了 所以我相信啊這一次的這個淹水的災情 應該99%的人都沒有保到這個險 不管你是假釋 乙釋 秉釋呢 其實都把這個天災險是另外拿出來 必須要再付錢加保的 例如颱風 地震 海嘯 冰暴 洪水 還有這個陰雨積水附加條款 這個在你當初保險的時候呢 可能是要另外再特別拿出來加保的一個部分 我去搜尋這個保險汽車保險的統計啊 大概只有一%的車主有保到這個險 所以我相信應該90%以上 這次受災的車主呢應該都沒有這個天災險的部分 原本有些人會以為我保假釋全險或乙釋的全險 就有包含天災 那這部分是沒有的假釋跟乙釋呢 所謂的天災是你可能在颱風的時候 你被塑壓到被招牌壓到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有保險的 包含在假釋的原本的保險裡面 跟乙釋原本的保險裡面有這種 因為不明原因任何的原因 那你被壓壞了 路數倒下來壓壞你的車 這個保險是有理賠的 但是呢泡水的部分 你的保單上面沒有另外的加保 基本上應該都必須要自費處理 那再來第二個很多網友會問的問題啊 就是關於這個北車南送 南車北送的這個問題 因為問說欸小事那好險你在台北 所以這個你會比較少機會收到泡水車或什麼 那基本上呢 因為現在台灣的這個交通運輸已經非常發達了 如果一台車從高雄要拖上來台北 基本上就是那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那費用也不會很高 所以基本上泡水車這個問題啊 假設以後修復出來 應該是在全台灣都會有 那並不會特定只在於 北中南哪個地區 也不一定受災區才會有 那也不一定沒有受災的地方就沒有 那基本上呢 這個是應該會都會到處流竄的啦 下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是不是有看到這個最多人瘋傳的影片 就是為什麼有一些車可以涉水 第一時間最早收到應該就是那個特斯拉吧 那應該是特斯拉對不對 特斯拉涉水喔 他們為什麼可以涉水 其實像我記得Volvo的廣告 他就有強調說 他的那個電池可以在這個水裡面 做防水測試可以多久的時間 所以呢基本上呢以電車來說啊 因為他沒有吸氣 為什麼油車不能涉水 因為油車需要吸空氣 所以你一旦呢水淹到了空氣管 空氣濾清器 那你有一個吸氣的動作 水就會被你抽進引擎裡面 那就會造成引擎的潤滑不足 它就會損壞了 所以汽油車不能涉水的原因在這裡 你會發現我們有些影片發現 車子已經掛了 然後在被拖的時候 他魚刷還在動 我記得我看到這個影片 好那台車已經被 被別台救援車拖著走 雖然他車沒有發動 但是他的電是可以通的 基本上有水電還是可以通 但是呢主要是引擎不能吸水 好所以電車呢 短時間內 在這個比較稍高的水裡面行駛 是有可能的 好那還有一些影片是那個 很多的吉普車在救援 幫忙一些受災戶啊 再把車子拖到比較安全的地方放 那為什麼這些吉普車可以 第一個他們車子高 那第二個有些吉普車 會把這個吸氣管 把它往上改 我們常會看到一些吉普車 側面有吸氣管 基本上他把這個空氣管拉高以後啊 他就可以只吸到空氣 不吸到水 所以他就可以行駛 有些吉普車就可以 在這個稍微有一點深度的地方 可以涉水的原因在這裡 我也遇到很多受災戶來私訊來問小師 下面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說你的車已經泡水了之後 該如何處置 首先第一個就是不管怎樣 不要發動 鑰匙不要插進你的鑰匙孔裡 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先把電瓶的負極拔掉 但車子絕對不能發動 好就如同前一題講的 一旦水跑進你的變速箱 或是引擎裡面 你的引擎一運轉 潤滑不足 氣缸就會被磨損 那你的引擎就要大修了 所以無論你的車不管泡多高 第一件事情鑰匙不要插進去 有些車子鑰匙一插進去就過電 首先引擎一定不要讓它運作 第二個把電極拔掉避免短路 那麼你在這個泡水的時候 你一發動除了引擎掛掉以外 你可能有一些你的行車電腦啊 車上的一些電裝品 一通電以後可能就會造成短路了 但是如果沒電的狀態之下呢 你還有可能把它洗乾淨曬乾 有一些電路板還救的回來 但是一旦你讓它通電了 那可能就會造成事後修復的一個困難度 這一次的風災看到很多這個淹水的狀況 包括那個大樓啊 有沒有擋水隔板啊 然後大家一直在阻擋那個水啊 那基本上泡水的車啊 要怎麼樣去判斷 我的車是泡水是多嚴重呢 它基本上有幾個程度可以去分啊 第一個如果呢是在你的地毯以下 水還沒有進來室內的狀況 那基本上呢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只需要留意什麼 就是你的排氣管有沒有進水 因為相對低一點嘛 那如果你的排氣管有進水的話 你只要針對你的排氣管做清理就可以了 再高一點呢 就是這個已經超過底板 已經淹進室內了 但是在座椅以下 在你坐的地方的座椅的底部以下 那這個地方會有什麼重要的零件呢 車身電腦行車電腦可能在這些地方 或者是你的差速器 如果是你後面有差速器的車子 或許有些這個變速箱 有可能稍微都有進到水 那就要針對這些地方 假設你沒發動狀況之下 那要針對這些地方去做檢查跟清理 那這就是次高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下一個高度就是超過座椅了 那基本上超過座椅呢 差不多引擎 排檔座 中控台的部分 其實就有已經都有泡到水了 那在不發動狀況之下呢 你就要針對一些重點 剛講的除了剛講以外 又多了引擎 中控台的一些零件 多了冷氣相關的東西 需要去做清潔跟整理 那最高的呢 基本上只要超過中控台 梯置部位 那我們通常都四尾已經滅頂了 四尾整台都已經泡水了 那就是全部的東西都要經過清理 大概會有這些比較重要的地方 依照這個泡水的深度 會分這幾個階段跟層級 那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 已經泡水的車子 要怎麼知道值不值得修 值不值得修的標準在哪裡 那基本上呢 以前泡水車比較多 那現在之後呢 我認為大部分的泡水車應該 都不太會修了 因為不划算 因為近期的車子電腦化很多 所以說基本上呢 關於電路相關的 只要經過泡水之後 你想要去更換那個零件 想要去維修那個零件 你的維修的費用會相當的高 很容易一不小心 就超過車子本身的殘值 所以我估計啊 這一次真的會修好流入四面的車 我覺得沒那麼多 尤其是現在的進口的雙B車也好 奧迪的車也好 他們包含了車燈 車身電腦 行車電腦 所有變速箱引擎 全部都要跟電腦做匹配 也就是說序號都是要是一樣的 會造成你維修 非常的困難 你必須全部的零件都要 從原廠出來 而且還要配對所有的序號 你才能夠使用 所以我估計啊 其實很多車這些零件 一湊起來 即使你是雙B 很容易就會超過這個殘值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受災泡水的車 其實真正會拿去修的 應該數量不多 好這是我的評估 那不修的話 為什麼還是有很多人會去車商 會去收這個泡水車 我估計有幾個啦 一個可能是需要車體的零件 回來殺肉 因為我說了 雖然那個電系的零件不能用 但是它總還有一些板件啊 頭燈啊 座椅清洗乾淨等等 都還可以再當作二手零件去賣 那再來一個 或者是說買回去做貸款 假設你的車 還有貸款的殘值 其實你就是看那個所謂的權威車序嘛 所謂的天書 你就可以比對你的車還有多少的殘值 車商在收就會以這個標準下去看 看你這台車貸款可以貸多少錢 以前比較多啦 他就找一個人頭 然後來貸款一台泡水車 然後他就是不付 就直接讓他貸帳 把那個錢帶走 貸出來 然後花掉 然後讓他變呆帳 所以從頭到尾 這個泡水車也是可以貸款 有可能是來做貸款 那或者是近期又有一個最熱門的 就是他需要你的大牌 因為現在有很多什麼扣牌車 他如果便宜便宜的收你的車 三萬五萬你泡水了嘛 便宜買你的車集回來 他車被扣牌 用你的大牌 那他就可以用了 我覺得近期因為超速扣牌這件事情 我估計應該也會有一些人 在收車集產權是為了大牌 但是無論如何啊 他用多少錢跟你收 大家當然希望賣越高越好 但是一定要記得清楚過戶 以免事後發生爭議 不要為了你要多賣一點錢 造成你日後的困擾 就是不管你是泡水車買賣 你還是必須要把產權穩穩當當的 過往戶來做一個交易 一個斷點 才不會說往後這個車 他去拿你的車牌去用啊 或什麼 然後影響到你這一邊 再來一個就是之後呢 要怎麼避免買到泡水車 第一個最重要的 趕快買 本來你計畫明年才要買車 買二手車 那你近期趕快買 我是認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認真的 好不好 你就趕快買 因為還沒修好嘛 他現在還來不及修 你趕快趁這一兩個月趕快買 一台泡水車要修出來 估計啊 一定要超過一個月以上 甚至還要看天氣 如果最近天氣又都不好的話 他為了那些東西要乾嘛 可能會拖到兩個月都有可能 所以你就趁這兩個月趕快買 這是第一個啦 然後第二個有個部分 我們現在看了很多網路上的影片啊 我有看到很多 我覺得比較擔心的是一個 因為車商在判斷泡水車 二手車商像我們 在判斷泡水車 我們是以什麼 泥土 有沒有附著泥巴嗎 要造成泥巴這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他泡水必須要什麼 泥巴水 然後乾掉了 不好清洗 第一個泥巴水 第二個是乾掉 好那問題來了 其實我看到有一些網路上的影片 這個是 這個看起來像泥巴水 對不對 你看這像清水吧 不要說清水啦 就是不是泥巴水 相對乾淨的水有沒有 這一種清水我覺得是最危險的 因為他退掉以後啊 車上不會殘留泥巴 所以有可能 有時候你二手車商去沽啊 還真難判斷說 這台車是泡水車 這個是泡水車的一個盲點 就是清理完曬乾了之後 其實沒那麼多痕跡 可以讓你去判斷的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淹到清水的相對危險 但是你如果覺得說 連車商都沒有辦法判斷 那怎麼辦 我覺得最後一個就是建議大家 你慎選車商 為什麼要慎選車商 如果萬一你買到泡水車 泡水車擔心的是你回去有很多電系相關的問題 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回去 哇這個電系相關的問題很多 如果你買的車商是相對有保障的車商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去要求說 我要保固請他維修 甚至說可不可以換一台車等等 這是唯一的方法 但我相信重申一次啦 因為這一次的泡水的數量真的很多 現在新車的零件啊 電腦化非常的普遍 所以相對零件都會非常貴 那我相信真的修起來 很容易就超過車子的殘值 在另外一個角度 還是再一次提醒大家 如果之後要買二手車要慎選車商 要特別注意去判斷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認為會去維修的 真的蠻少數的 不會有那麼多數 好啦以上就是呢 對於二手車的泡水相關的一些說明 那希望呢 對大家會有幫助 那還是祝福台灣平平安順順利利 還有受渣的朋友呢 一切安好 重見順利 謝謝大家 nostra訴求 今天 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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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人